有没有什么要问 有什么问题要问? 教学、知识、经理、理论、理论 我在外面的演讲主要就是 科技类的教材教法、创课、新制图 还有刚刚这些比较新的理论哲学的部分 大概是这些面 我想知道老师你之前在西宝 你说这个新墙在西宝推或许会成功 我本来想知道你从西宝到现在的道乡 那个过程 你对于这种教育的概念 它是你自己的转换 我应该这样说 我在西宝的时候是九年一贯的时代 那九年一贯的时代呢 那时候我们在西宝 因为我们有小孩子二十四小时在我们手上 然后我们有非常充裕的时间 那白天 我们五天里面有四天是上教育的固定课程 然后另外我们抓了一天是上我们自己西宝的主题课程 那那个主题课程是我们从头到尾一起讨论 因为我们那时候做开放教育 从头到尾一起讨论走我们要走的路 所以我们是等于说两套课程在闭起 那现在所有对九年一贯的那个失败的那些争议的点 所以在我们西宝上课的那个里面都是成功的 所以包括进购数学 包括一些你怎么样把那个九年贯的理想带出来 在我们西宝那边都是做得起来的 所以代表说这个政策的东西 这个九年贯这东西是好的东西 理想是好东西 但是实施就要看各校 所以你有能力的学校其实是可以做得起来的 那像现在十二年贯也是一样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课纲总纲都是很理想对不对 讲起来精英动力 那做起来呢 老师能哭天很定 因为理想那么崇高 然后可是老师在做的时候很多 没时间啊行政啊 什么一堆东西 让他没有办法前进 或者是心里就不愿意前进 我就现在教就 现在这样教就很好了 我干嘛要去弄那些新的东西 那新的东西一定好嘛 我觉得我这样子传统的教法更可以 把学生教会这样 成绩又更好之类的 他不愿意接受新的 不愿意跨出舒适圈 那也没有说新的一定好 但是你要体验那个核心 跟精神到底在哪 所以如果你有办法 按照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方式 去做调整你的教学 这个12年一贯的核心 是其实那个很美好的部分 是有可能发展 但是有多少老师有这样的概念 就算有这样的概念 听过我今天这份演讲 有多少老师有这样实作的能力 把他运作在课头教学上 是不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那个 学校做的是教育 教育处管的是教育 教育处里面管各位业务 管各位学校发展的是公务 没错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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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上面来的钱 他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他就是买一堆东西 拍照 结案 发新文稿 他就做完工人该做的事 但是真正重要的 你是教育 你是老师 你是做教育 是这些吗 所以我们的观念是跟他们不一样的 所以常会吵架 但是权力是在他们手上 没有办法 对 好